在广东茶楼的早茶,一般都有一笼笼糯米鸡推出来,很多茶客都会叫糯米鸡这款,它主要是用荷叶裹着鸡肉,冬菇和其他配料,打开它,闻到阵阵的荷叶清香,我找不到损,刚好冰箱有只小鸡,我用了一只腿和一只翅膀来做馅,刚好朋友给了我几张荷叶,就做来过下嘴银,做得不太正统,材料不够,将就住吧,请大家见谅,大概反,糯米鸡的做法不重。 一,将鸡肉和锤发冬菇用生抽,少量五香粉,盐,料酒,麻油和生粉腌好,二,糯米泡一天,再放水布表面,用锅蒸半个小时,三,荷叶隔夜泡软,四,包时如果是较大的荷叶,完整的荷叶对半剪开,用半块就够了,包的那面用刷子刷上油,五,先用池子放着它的糯米垫好底,足图,再铺上鸡肉和冬菇,有其它配料的也要放下去, 再放一层糯米在面上,包好,六,大锅里放蒸价和水,水面差不多到蒸价最好,太多会溢到碗里面,七,水开后将包好的糯米鸡,放在盘里再放上蒸价上,之前包时我怕包不好,用粘线捆着,八,盖上盖子,大火蒸两个小时左右,我包的比广州茶楼卖的大出快一倍,蒸的时间相对长些,九,看,出品了, 吃,打开看看先,闻到蒸蒸和叶香,买回来的鸡很小,只好成只鸡腿放进去了